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之下呢 就是试试看 就试了以后我发现 的确我还蛮喜欢这个行业 就一直待待到现在 尤其是传播工作 因为它是一个 需要很良好的语文能力 口语传播能力 那么我觉得你对中文的了解跟认识 能够帮助你不会 第一个很重要的 你不要误会别人的语言 你不要断章取语 这都是记者的基本功 要这个当记者 我觉得自己的中文底子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有一个精神 在电视记者的 或电视主播的生涯当中 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永远不放弃 因为这个行业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是是挫折非常大的 你每天都面对 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挫折 你都要意想不到的 所以一个年轻人 想要进到我们的团队 我会希望你先考虑一下自己 是不是一个草莓族 如果是没有关系 你可以当一颗强壮的草莓 慢慢地训练自己 我认为没有人是不能被训练的 所以过程里面 只要你不放弃 总有一天你一定可以